阿姐又不想入閘了 阿姐玩遊戲玩得發火 還生氣收歌, 令全場觀眾震驚 阿姐為何這麼樂氣呢? 這個遊戲要求嘉賓 拿著泵氣的大氣球答問題 氣球越吹越大 阿姐拿上手的時候不知多害怕 幸好球還沒爆 都很開心, 接著輪到收歌 誰知道收歌賴貓 拋了個同組的陳發蓉 代他出場 另一組跟著出場的關永河 又不知頭不知路, 不肯出場 大家退退, 奶奶自製 過氣球, 砰一聲 這樣就爆了 關永河無辜辜了 知組輸了, 其中一個問題 什麼? 她說她想 沒事吧? 阿姐不告訴別人 阿姐突然加入戰團, 發表意見 滾堤槍, 應該B組也輸了 你傻了 不是, 阿哥, 阿哥, 你出來多說 你…你快點, 輸了, 輸了不關你的事 阿姐, 來, 有什麼事… 收歌還說不關你的事 其他人不斷拉著阿姐 埋位繼續玩遊戲 但阿姐無論如何都不願意 不是, 因為剛才收歌監獄 因為我玩完都道理 不是, 為何你不出現 總之我們B組出陣就可以了 不是, 我也可以不玩 你行了 這樣也不對, 我不得了 我可以讓你換人 是呀, 不用玩, 我們要做事 我們兩次才出現第二次 剛才他玩完他玩 然後一直排下去 你沒有出來, 所以我有玩過兩次 你玩, 阿姐沒出來 陳發蓉說完這句, 阿姐更加不服氣 其他嘉賓又開始你一言我一語加入戰團 我只是想玩, 但其實只要退一個 是呀, 等我和我監製商量一下 場面越來越混亂 最後要勞煩監製出場調停 讓姐將事件經過一五一十 告訴監製 經過一番商量, 大家決定繼續遊戲 不過阿姐就像小孩子一樣 又要人求, 又要人哄才肯定位置 不要勞煩監製, 阿姐 不要勞 阿姐, 可不可以勞煩監製 我姑姑…你又來個阿姐 不要勞煩監製 來, 不要勞煩監製 不怕… 修哥不小心氣氣阿姐 還被阿姐說他矇監製 修哥, 你認不認嗎? 在他的心目中, 認為我跟著他 然後才是標準 其實在遊戲規則來說 只要有我們那組人跟著他 就已經可以了 老實說, 那晚非常亂 亂得我被人畫得… 這些傷痕, 看看傷痕 你覺得他當時有一點生氣嗎? 生氣又不是生氣, 你知道 Lisa這個人, 每件事都很認真 她玩遊戲都好像拿著臉 所以你覺得他生氣, 其實他不是生氣 事後不是沒事